她穿越近满是封闭的小说 男主们看似帅气体贴 实则疯狂又暴力 她有着反社会人格 一年后的她将迎来死亡结局 这大概就是她玩弄四季笔下人物 所得到的报应 她是一名专写避意结局的小说家 作品本本畅销 可无一例外女主全部惨死 哪怕编辑哭着磕头求她 舒亚还是坚持贯彻避 连续挟死99位女主角 因为比起Happy Andy 人们更喜欢残酷的Bad Andy 所以她受到了诅咒 将体会无法逃离命运的毒枉 当她再次争议 发觉被人背着 对方感受到她醒来 无情地把她丢在地上 眼神充满比喻 醒了就自己走 舒亚刚想发火 对方静静止离开 陌生环境加上空无一人的狗 她指的追上去 询问对方这是哪里 男生态度恶劣 我之前警告过你吧 再来爱手爱脚就一定不放鬼了 舒亚一脸茫然 你再说什么 是不是认错人了 对方转身向她走来 认错人 你跟踪骚扰私闯民宅 上周还搬到我的隔壁 现在开始装疯卖赏了 我太了解你这种人了 整天年在雅瑩身边 只不过是利用她 稍微不如你的意 你就会孤立打压她 舒亚被她逼到墙角 她难以置信 因为雅瑩就是她笔下的女主角 那人表情阴狠 我还以为你是她的发小会不一样 果然从一开始我就该这么做 男人突然动手 她被狠狠地掐住脖子 不是在开玩笑 对方蹲得起了杀意 她回想起剧情 雅瑩的发小只有一个 就是从小以欺负她为乐的 恶毒乙配陶世华 眼前的人 正是她刚写的小说 青春中章里的男主姜敏霍 也是最终干掉陶世华的人 书中的女主雅瑩 从小失去双亲 她将在以后遇到四位男主 是一部平凡且治愈的爱情小说 如果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个故事的男主 没有一个是正常人 暴躁病骄甚至是反社会人格 只要看到雅瑩受伤 他们就会请客间变成疯子 而她被禁锢在因得不到江敏赫 对雅瑩下毒辱的朴世华身上 面对这种境地 舒雅反而疯狂地笑了 想让她按小说走向悲惨的死去 她就偏要改变小说内容 然后回到现实世界 她连续挟死99位女主角 所以被诅咒 成为自己笔下的恶毒女配 与女主同样身为孤儿的朴世华 不仅外表美丽 领养她的家庭也非常富裕 无论同性还是异性 她都十分受欢迎 只有江敏赫例外 朴世华认为江的无视 否定了她的一切 所以对江有着病态的执着 但她眼中只有雅瑩 为爱疯狂地她决定干掉雅瑩 却以失败告终迎来死亡 而雅瑩则把世华的死 归为自己的过客 不久后选择自杀 男主们在雅瑩了结自己后 开始自相残杀 最终全员必义的大结局 舒雅成为朴世华有一周了 逐渐习惯这种生活 比起未来的男主们 雅瑩更喜欢和她一起 她也尽可能地表现出善意 一切都还算顺利 除了依旧对她虎视眈眈的江敏赫 明泽连与她对视都不敢 林肖每次对她找查时 雅瑩总是第一时间维护她 两人俨然是欢喜冤家 而最危险的权力 竟然是她刚穿越来时 从江敏赫手中救下她的人 她表现出巨大的善意 但小说中她才是最危险的 别人都只是她眼中的工具 思绪呼地被打断 一名看似腼腆的男生 拦住她开始表白 周围议论纷纷 这都第十次告白了吧 裴朔可真执着 雅瑩不安地看着他们 舒雅很直接 不管你告白几次 我都不会接受的 请到此为止吧 裴朔忽然开口 你是因为喜欢江敏赫 所以才不接受其他人告白的吗 舒雅否认 她巴布地和江敏赫撇清关系 可对方依旧纠缠 还逼她证明自己不喜欢江 一旁的雅瑩越来越不对劲 江敏赫注意到她的异常 她眼神变得很奇怪 双手不自觉地抠出了血 她看不下去了 不耐烦走上前 是可而止吧 她都说不喜欢你了 就赶紧回 裴朔不敢得罪江敏赫 夹着尾巴就跑了 走前还不忘了心下舒雅 说下次再继续 虽然舒雅不想和江敏赫扯上关系 但帮了她还是要道谢的 不成想话还未完 江敏赫就瞪向她 你也给我滚 裴朔依旧继续纠 不知是不是因为雅瑩 江敏赫总是帮她解围 问题是她看向自己的目光 也越来越凶狠了 但这个设定也是她写出来的 小说中江敏赫一边帮助朴诗华 一边报复她 在被花盆差点砸到后 她看向上方毫不掩饰恶意的江敏赫 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大小突然有了男友 对她如晴天霹雳 她眼中的诗华是完美的 没有任何男人配得上 而她不知两人只是演戏 差点被花盆砸到的诗华 知道和疯子解释再多也无用 不快点解除误会 江敏赫随时可能干掉她 这事传来吵架声 昨天和你一起的见人是谁 诗华好奇寻声而去 她刚离开 被她多次拒绝地赔书 竟从暗处走出 一脸煞气地骂两人坏了她的事 另一边 女生指责男生一直在撒谎 对面的人沉默片刻 既然你无法信任我 那还谈什么恋爱 我们分手吧 换来的是狠狠一耳光 女生哭着骂她混蛋 还威胁会干掉那个贱人 等她走后 只剩男生嘟囔着 都说是误会了 轻笑声传来 需要帮忙吗 她回头看向后方 是朴诗华 你是在跟我说话 没错 她笑着挽起头发 你要和我交往吗 粉毛的脸瞬间通红 男生叫罗美男 在她文中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还是个中度严控 看她的反应大概是成了 和她交往不仅摆脱了裴术 连将闽赫也能解决 对方是花花公子 分手也不用愧疚 想着她添了一把火 我能帮你解决女朋友的问题 也不干涉你的私生活 条件不错吧 话音刚落对方就做出回答 对不起我拒绝 诗华一脸迷茫 为什么 罗美男笑了 因为我感受不到你喜欢我 她没听错吧 花花公子还谈什么爱 罗美男突然靠近 和我交往霍一的是你吧 她想说不愿意就算 对方竟拉起她的头发 听说你喜欢江敏赫 她打掉罗美男的手 那都是谣言 粉毛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 我理解 你是因单恋日久生恨 想利用优秀的我保护对方吗 诗华无语到想一拳打爆她的头 再见不对是再也不见 见她要走男生急了 交往有点勉强 她真能相信这个家伙吗 当雅英下课约她一起走时 罗美男忽然出现 那可不行 她一把搂住诗华 因为她今天要和我约会 两人共作亲密 这副不正经的打扮 怎么看都不是好人 和雅英担忧的神情 江敏赫目光一向两人 男生像后面长了眼睛一样突然很痛 挑衅地看向她 对着口心无声道 后悔了 被摆脱被自己笔下 封批男主杀死的命运 她主动招惹学校的花花公子 对方不仅配合 还超常发挥挑衅江敏赫 后悔了 江敏赫果然很不爽 刚出校门 诗华就和男人拜拜 对方一脸委屈 这么就走了 我的饭的游戏厅呢 她逃跑失败 刚不是在演戏吗 罗美男笑了 虽然是演戏 但也要真情实意注入灵魂吧 不管你得陪我 诗华无语 她不是对我不感兴趣吗 难道骗人的 另一边的两人 江敏赫送雅英回家 提出看雅英的手 雅英伸出才发觉手背的伤口 她慌张藏到身后 江忽然有点厌烦 还以为她已经好了 又开始自虐 但嘴上还是安慰着 没关系手给我吧 帮她包好后 雅英依旧没精神 江敏赫索性开口 是因为朴诗华吗 雅英很担心 诗华从小就有很多烂桃花 怕她是为了逃避陪说 才随便找的男友 那人看起来不太安全的样子 说着她恳求江敏赫 你们住得很近 如果诗华有危险 能不能帮帮她 看江敏赫沉默 雅英刚想道歉取消钢材的话 没想对方竟同意了 她表情终于放松 提出请客报答 问她想吃什么 江看着恢复精神的女孩 垂下了眼 什么都可以 而诗华领教了罗美男的可怕 她快死了 对方带她挑战巨无霸珠牌后 紧接着玩了大转牌 等她缓过眩晕 又逼她爬了两个小时的山 她简直比江敏赫还可怕 她还没死在江手上 就先被她累死了 铃声响起 这么晚谁会发信息给她 一条匿名短信 如果想雅英没事 就在十点前到图书馆 深夜的全绿家 一人带着朴诗华的资料出现 见全绿突然要调查对方 她开玩笑 你不会喜欢上她了吧 全绿笑着 脑子磕坏了就去医院看一下 对方不信 那你找几年前的资料干什么 承认吧 当然是觉得有意思 这么说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吗 她深知全绿笑得越开心就越危险 看来朴诗华要惨了 她做了什么会被这个怪物盯上 全绿的电脑上 沿着学校的监视器 上面赫然出现了朴诗华的背影 封逼男追不到笑话 就想要除掉她 爱的人不愿和我在一起 那就死在我手里 诗华按短信要求 独自来到图书馆 翻遍了所有地方 这里空无意愿 她并未在小说中写过威胁的桥段 难道漏掉了什么 仔细再找一遍吧 忽然身后有人喊她 回头的瞬间 一道荧光闪过 她本文的向后躲去 鲜血滴落 她摔倒在地浑身疼痛 真是可惜 本来想一击毙命让你少受点罪 来人摘下口罩 惊识裴硕 诗华下次我会小心些 绝对不会打骗 虽然她破了笑 但庆幸不是什么致命伤 这个疯子终究还是惹事了 她忍痛战起 边观察四周边拖延时间 你因为爱而不得所以疯了吗 就算疯也有个人样 这是做什么 裴硕一脸疯狂 那你呢 为了报复姜明河 和罗美男交往就正常了 她妈的一想到这就来起 为嫖诗华 为什么罗美男可以做女男朋友 我就不行 诗华奇怪 她怎么会知道假交往的事 裴硕面目猙獰 说说看啊 如果你想和姜明河报仇 可以和我交往 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对你了 诗华心里感到不对劲 她和罗美男强调过 不喜欢姜明河 假交往是为了平息谣言 如果裴硕亲耳听见就不会这样 是谁跑到她面前胡说八道了吗 裴硕一步步向她走来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也不想你死 所以我再问最后一次 要不要和我交往 诗华简直要气笑了 疯子你这叫告白吗 裴硕向她冲来 所以你是拒绝了吗 我就喜欢你这副强硬的样子 诗华也有准备 一把抄起墙角的灭火器 打开装置对着裴硕跟去 等男人恢复视线 诗华已消失不见 楼下传来一声声巨响 看着被砸后完好无损的大门 才想起自己写文时 无聊到设定成了防弹锅里 他要被自己闯哭了 手机被袭击失掉了 也无法报警 裴硕大喊着找他 只能硬碰硬碗 大不了在这里干掉他 你在做什么 紧接着抬起他的脸 你的脸又是怎么回事 谁知外表纯情羞涩的小狗 实际是个危险病骄的风 只因告白失败了一百次 他就想要杀死对方 甚至大言不惭地拿刀威喜 可我交往就放过你 而他不知自己只是女孩笔下的人物 诗华头疼 为什么那么多小说中 他偏偏就穿进了 这本封批最多的小说里 有暴躁人格的灵霄 他讨厌一切接近雅营的人 高智商又反社会人格的权利 只把人当成玩物 就会瞬间变成疯子的精明则 最后是不择手段保护女主雅营 最终杀死女二嫖诗华的疯子江敏赫 而他现在正被对他告白上百次 都被他拒绝的配角裴朔所追杀 结果撞到江敏赫手中 你在这里做什么 诗华反问 你为什么也在这里 江敏赫并不想回答 伸手抬起他的脸 拇指抚向伤口 你的脸又是怎么回事 诗华惊讶 他不会像裴朔一样隐风了吧 关心他的脸干嘛 江敏赫再次催促 回答我 他还是一样没礼貌 算了这不重要 还是想想怎么解释 说他和裴朔打了一架 他肯定不会信 要不就下边应付下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小心被关进童书馆了 正准备离开 忽然推门声响起 紧接着 裴朔笑得一脸诡异出现在走路 可这里已空无一人 裴朔奇怪 明明刚才听见动静了 休息室的角落里 江敏赫被施华禁锢在身下 他紧捂江敏赫的嘴 小声说道 为你先别说话 江敏赫一脸的不耐 他声音顺着女孩的指缝起足 朴世华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书中要杀他的疯子 和现在追杀他的变态 别人穿书被美男环绕 只有他被封逼包围 江敏赫被他按在身下 咬牙切齿地叫他解释 得知他竟是因为拒绝告白 才招来杀身之祸 这让江敏赫想起雅盈的话 所以他才在遇到这种事后 还表现得如此淡然吗 世华一问 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态度依旧恶劣 你没必要知道 说完就要离开 世华拉住江敏赫 善意提醒裴朔有刀 被毫不留情地甩开 对我来说那人拿的是刀 是枪都无所谓 反而和你在一个空间内 更让我反胃 都这样为什么还来帮他 他是叛逆期的孩子 阴晴不定吗 总之他得先找个武器 比起靠人不如靠近 开门声响起 紧接着一声巨响 随着刀挡在地上 裴朔已经被江敏赫 按在墙上摩擦 不是警告你们 滚远一点吧 说着抓起他的头发 再次向墙上砸去 我本来就心情差得要死 想起罗美男的挑衅 他单方面地开始殴打赔说 老世华眼看男人要没命 出声制止 江敏赫阴沉着脸 你都被他伤成这样了 还有心思同情他 谁同情他了你随便打 只不过雅英可能被他绑架了 所以先问他雅英 话还未完就被打乱 你说雅英可能被绑架了 就因为这概率极低的事情 特意来到这里吗 行就算你傻伤当受骗了 是真的又能怎样 诗华犹豫片刻 反问 你不是也来了吗 即使可能是骗人的 但雅英如果真的有危险 你还会这样吗 两人对话被人中断 是江敏赫的秘书赶来收拾残局 回到家后 诗华的一系列变化让他闻到 江敏赫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人会轻易改变 他会担心沈雅英 怎么可能 雅英这时来变 他睡醒发现 诗华十几通的未接电话 打回又无人接听 所以来问他情况 在告知诗华安然无恙后 他回绝了之前和雅英吃饭的约定 此刻他满脑子都是诗华 他要看他到底能演到何时 天色刚亮 诗华就被门铃声吵醒 往他开门后 最不想见到的人出现在他面前 江敏赫竟然找上了门 江敏赫人生第一次被羞辱 还是被他讨厌的女人 只因他一大早找上门 爸总是得要带走诗华 却不知对方心子早已换人 只觉得他在找茬 男人抓狂 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被人用刀威胁 就闭上嘴换衣服出来 诗华不耐烦 我自己会看着办 不劳费心你别再来了 要关门却被男人挡住 两年来 你每天都在骚扰我 怎么换我来找你就不行了 诗华想说那不是我 江敏赫眼神好像要吃了他一样 难不成你又想否认 见解是不清 我去总行了吧 看江敏赫在前台付款 没想到是带他来皮肤科治疗 因为雅英的关系嘛 从他穿越来后 原本的故事线发生改变 雅英不再被他欺负 也没有被同学孤立 性格变得开朗起来 他好像能理解江敏赫 为什么如此别扭的对他好了 但这种照顾 是小说中对雅英才有的欣慰 难道即使他和罗美男交往 还是被怀疑吗 以为对他好点就会继续纠缠 然后找借口除掉他 他确实能干出这种事来 想着就来气 干脆耍弄他此 应该没有问题吧 江敏赫 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吗 江敏赫暗想 就说他不可能老实 要露出狐狸尾巴了 当诗华拿着两件衣服 让他选择时 诗华却要买蓝色 还解释给他 黑色太过沉门压抑 美男应该更适合蓝色 并感谢他美品的眼光帮了他大忙 江敏赫裂开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羞义 不等他回过神 诗华开启了疯狂购物模式 开始扫荡商品 等他还过神 才发觉自己成了搬运工 愤怒到颤抖 调诗华你这是在做什么 诗华成心的胆心 因为美男要过生日了 他还在苦恼一个人拿不了这些 多亏他的帮忙 才能愉快地享受购物 江敏赫气急 你别太过分了 诗华装作关心 很重吗 我看你轻松就把裴朔打趴下 还以为力气很大呢 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弱不禁风呢 要杀自己的疯子突然告白 要做他的男朋友 就连被讽刺弱不禁风 江敏赫也忍了 也要继续缠着他不放 他一问怎么来书店 诗华斜眼看向他 我们不是学生吗 当然得学习啊 说着让他等一下马上回来 江敏赫注视着他 能演戏到这种程度 还真是了不起 与其说是演戏 更像是变了个人 他想起不久前 朴诗华晕倒醒来的奇怪行为 不仅不认识他了 连在哪里都不清楚 他在胡思乱想什么 那不过是为了引人关注 耍得小花招罢了 秘书笑得暧昧 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 朴诗华确实很漂亮 你能动心完全正常 江敏赫的关注点很怪 你说他漂亮那是什么屁话 秘书只向一跑 看周围人的眼神 这还不知道吗 不仅这里 今天逛街时也是 偷看他的人可不少 你要想抱的美人 得加倍努力才行 话音刚落 就有两人要胜前搭讪 其中一名羞涩开口 请问你有没有 话还未完 就被突然出现的人吓到了 果然对方江硬离开 还遭受巨大打击 面倒着这么漂亮 果然是有男朋友的 江敏赫催促 差不多就行了 诗华也挑够了 可上车前他改变了主意 有个地方要去 让人先送他走 诗华上车后彻底放松 看来是通过考验了 怕不会再纠缠了吧 不成想江敏赫梅医会再次出现 还送来大量礼物 我认为你还是别穿得太显眼 以防再有陪瘦那种人出现 除了衣物还有防身用品 电机棒辣椒水 甚至追踪器 诗华要疯 他到底有完没完了 你不会忘记我有男朋友吧 江敏赫脑回路清奇 这跟你男朋友有什么关系 在你遭遇危险时 他做什么了吗 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怎么办 诗华语气极其冷淡 我并不在意罗美男如何 再说就算遇到危险 如果和我交往的话 一切问题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收到男神的告白 可他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对方是未来会干掉他的疯子 面对表白诗华指了指脑袋 江敏赫你是不是病了 感觉有点严重了 赶紧去医院看看 没想男人一脸认真 让你失望了我很正常 那难不成你想用魔法打败魔法 让我知难而退 江敏赫否认 别转移话提了认真回答我 诗华感到厌烦 江敏赫我最后再说一次 你听好了 我真他妈的讨厌你 因为你是雅银的朋友 我才认你的 说实话我们之前并不愉快 你这样让我很反感 所以我们在雅银面前 装装样子就行了 江敏赫听完沉默一顺 竟笑了 我也具他妈的讨厌你 诗华没想到 江敏赫被骂尽还能笑得出来 反正和他没关系 随即开始逐客 说完了就赶紧走 江敏赫这时抓住他的手 等等 你的伤口一定记得涂锈负霜 如果疤痕明显就用遮瑕带一下 还有雅银很担心你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得一起上下询 你没意见吧 诗华只能同意 不然还不知要被他如何纠缠 同意归同意 但不代表他一定会赵总 很好没缘 趁现在赶紧跑掉 没想到刚冲出就被喊住 他转头看向声音来源 果不其然又是江敏赫 你着急去哪里 对方根本没打算听他回答 别想什么没用的赶紧上车 他真的好烦 转眼到了三天两夜的修炼会 将有两人一组分头行动 并自己寻找食材 而这次修炼会的导火索就是治愈 他接近雅银是好 想利用他和江敏赫交往 但因江敏赫只照顾雅银 让他嫉妒到花风 把雅银推下了悬崖 还好掉到河里没有伤得很重 但这场意外 打开了男主们疯狂的开关 他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的搭档 是和朴世华八字不合的灵霄 对方就像只疯狗 对他恶意极大 还威胁世华拖后腿就弄死他 这话不是该他说才对吗 最终他负责在后山采集 可后山那么大 为什么偏偏 让他又掉到江敏赫怀里 他穿进自己的避意小说内 书中变态多如狗风避满地走 唯一正常点的还是个花花公子 学校组织的修炼课上 诗华接了采集任务 只要找到事先藏好的纸条 就能换取对应的食材 可当他找到食材想起 自己写书是为了好玩 把食材设置成了一课为单位 他再一次想垂扁自己 身后声音传来 诗华你也负责爬山吗 上次的假约会 让罗美男知道诗华讨厌爬山 得知他是不想和林霄争执后 粉毛提出主动帮忙 诗华并不想添麻烦 却被粉毛主动拉住 我以前说过 演戏也是要注入灵魂的 更何况帮女朋友 不是男友该做的事情 越偏僻的地方刻数就越多 但诗华再次领教对方体力的可怕 你简直比林霄还要坏 罗美男扑得笑了 没想到你体力这么差 要不我来背你 还不是你没休息一直在走 找到的食物应该足够了 可粉毛对他异常执着 还要继续再找下去 诗华不想上当 与其被你累死 我先把你埋起来会不会更好 看来玩笑开过头了 他急忙远场 谁让我是你男朋友呢 应该我来帮你找 说着让诗华等他回来 他太了解笔下的人物了 不到天黑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这时甩开他才对 急切离开的诗华 却没注意到脚下 不远处之运突然出现 他特意和雅盈商量负责食材 想趁机接近江敏赫 等他追上男人 对方看他却像陌生人 你谁啊 从刚才就装作认识我 烦死了能不能安静点 智运未引起江敏赫注意 处处模仿雅盈 不管什么手段 他一定要让江敏赫感受到他的存在 这时附近传来声音 是江敏赫吗 顺着声音找去 阴暗的想法滋生 江敏赫你最好不要拒绝得太过分 因为太过分的话 我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坏事来 等他拨开草丛 却愣在那里 江敏赫异常的温和 我就说吧 那小子靠不住的 朴诗华竟然被他抱在怀中 在自己的小说里调教各类封逼 原女主执着他男主纠缠他 嘴上骂着嫌恶讨厌 下一秒就把他抱在怀中 江敏赫就像个粗意大发的男人 指责粉猫靠不住 把他独自丢下 诗华嫌悟到皱眉 你把我的话当旁风了 不是说在雅盈面前再装样子吗 诗华的拒绝让江敏赫反倒 那你就别管做危险的事 你以为是我想 话还未完他突然插死 你哪受伤了 这让诗华瞬间冷脸 我没受伤你离我远点 莎莎的声音传来 有人 他敏锐地转头 身后空无一人 是错觉吗 再定情一看 是知运躲在树后 他什么时候来的 等等 任谁看到这个场景 都会误会他与江敏赫有暧昧 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阻止他伤害雅盈 这样男主们也不会发疯 想着他改变了对江的态度 语气暧昧 我脚腕好像扭到了 好疼啊 你背我一下吧 江敏赫稳稳抱起了他 抓紧我 因诗华的主动 两人聊了起来 知运果然上当 他一脸不可置信 两人暧昧的氛围 让他咬牙切齿 回到宿舍的诗华 顺利换到大量食材 雅盈怕他辛苦 主动提出让他去休息 说晚饭一会就好 可林霄一把按住他 休息什么难道我们不累吗 他们又打坐一团 诗华看着吵闹的两人 不知在想什么 转身看向全绿 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全绿看他坚持 刚要开口 知运突然出现也要帮忙 他为此不知准备了多久 还饿补了料理秘籍 一定要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大力的剁菜声 震到桌子都在不停颤抖 林霄怒了 调诗华你那么用力地看什么 诗华毫不在意 能切开不就好了管好你自己 林霄更气了 指着菜板 你他妈切成这样 我不得重新回去挖菜 你走开换我来 结果他还不如诗华 智运在一旁看笑话 看来他白担心了 这样下去江敏赫 对他的好感迟早败光 切成这样还好意思逞枪 只要他展示了那插劲的厨艺 再和我一对比 江敏赫迟早被我拿下 这时江敏赫忽然向试华走去 一把夺下了他的刀 竟然开始帮他做饭 为保护小说原女主 他勾引了全文最大的封批 没想对方缠上了他 不仅每日围追堵截 还暧昧抱在怀中 甚至主动帮他做饭 这让原本对男主执着的智运 把对女主的仇恨转移给了他 他目的也在于此 女主安全才能阻止男主们的疯狂 江敏赫抢过刀 让试华去一边凉快 他没有吃菜板的癖好 试华不愿走 你也太过分了 我怎么可能把菜板切碎 我受伤了给我道歉 江敏赫吐槽 你应该给菜板道歉 两人四打情骂俏 让志运愤怒到离开 试华一直在留意他 看来受到的打击不小 但还要再加一把火 等罗美男来找试华时 却只剩雅盈与林霄 雅盈对美男印象极差 但罗美男因试华与他关系好 就热情邀请一起吃饭 雅盈虽有点介意 还是同意了 但摆明戒备他的样子 粉毛推荐他带来的咖喱 雅盈直言不喜欢 却让他疑问 试华明明和我说你很喜欢咖喱 果然就是好朋友也有不知道的事 一听是试华说的雅盈就急了 改口喊着喜欢 林霄在一旁笑话 沈雅盈你好幼稚 竟然和闺蜜的男朋友争风吃醋 雅盈被戳破心思 怒斥林霄住嘴 却换来更大的嘲笑 林霄突然转向罗美男 你胆子真大 竟然敢和朴试华扯上关系 听说你是花花公子 看来是真的呀 罗美男一愣 转身笑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传闻 才对我这么冷卧吗 他看向雅盈 我不知道传闻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我不求你现在信我 但我会用行动让你相信我的 毕竟我也不想试华最亲的朋友讨厌我 真是笑死人了 这时江敏赫出现 你连施华去哪里都不知道 在这虚情假意什么 而另一边的施华 找上致运 以送饭的名义接近对方 致运嘴上客气推辞 心里却恨不得撕了他 施华加了一剂门药 我特意拜托敏赫做的 你如果不吃我家敏赫可要伤心了 所以你吃一点吧 致运瞬间破防 喂嫖施华 你是故意来找茬的吗 封闭们的修罗场开始了 施华上门挑衅致运 而江敏赫终于爆发 因罗美男总把施华挂在嘴上 两人正面刚上 身为男友连施华去哪都不知道 虚情假意笑死个人 罗美男反客为主 他又不是三岁小孩 恋爱总要给对方空间 他嬉笑着搭上将的肩膀 难道你没谈过恋爱 要不要哥哥来教教你 江敏赫甩开罗美男 你要知道几天前施华出了什么事 就不会这么说了 他实在看不下去施华差点死掉 而粉毛还一无所知 这时他才注意到 雅英一脸疑惑 不能再纠缠了 他准备离开 却不想罗美男叫住了他 一脸警告的意思 你刚刚是出于朋友的立场 才那么说的吧 阴暗的楼梯间 江敏赫一拳锤向前 只会耍嘴皮子的家伙 果然 他应该把这两人都杀掉 忽然头刺痛起来 他眼前浮现 雅英倒在血泊中 喊着他的名字慢慢失去声息 江敏赫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 他的想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雅英需要朴世华 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好 他眼神变得怪异 像是没有思想的木偶一般 朴世华你是来找茬的吧 传来的对话声 拉回了他的神志 世华一脸不懂的样子 你在说什么 志韵不再隐藏 你明明知道 我喜欢江敏赫还这么做 是不是犯贱了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世华笑了 被你发现了 原来你也没那么笨 你说对了我是故意的 志韵一脸怒容 世华靠近他 你也不必怒气冲冲盯着我 反正敏赫不会和你交往 瞧你那副可怜的样子 我才想着观照你 志韵破防大骂 世华不在意的 把他推回房间 好了说完了 敏赫还在等我 你吃完后肠胃 肯定不舒服吧 我连药都贴心帮你准备了 拜托你明天开始时局一点 志韵扭头威胁 他妈的朴世华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即使关上门 志韵还未停止谩骂 垂门的巨响传来 见人你死定了 世华却笑了 做到这种程度 他应该不会袭击亚赢了 现在只剩灵霄 也被他下了安眠药 却不成想一转身 就碰到了金明泽 对方一副全听到的样子 但满是封批的小说中求生存 从被求爱者刺杀 到面对疯狂想杀他的男主们 施华冷静地不像常人 反而想着怎么弄死对方 幼年时他喜欢小猫 妈妈就杀了猫 即使这是他送给女儿的礼物 不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都是赖 这就是他从小接受的教育 而小猫的死因 仅是他为了讨好朋友 考试故意得了第二 只写封批遗义小说的作者 自然也不会是正常人 就算被金明泽撞破他威胁别人 害怕的也只是对方 看他紧张的样子 他主动邀请 要不要一起吃饭 金明泽松了口气 跟随他离去 两人都未注意到 姜敏赫在门后听到了一切 等他回到餐厅 才发觉罗美男也在 雅盈与他争宠似的 给施华送上食物 吵吵闹闹的氛围 让金明泽心生羡慕 晚饭后的聚会 全力讲述刚听到的传闻 据说宿舍中 有鬼 全力回答 听说是在生存任务死掉的学生 化成的鬼魂 所以每到修炼会的第二天 就会下雨 一旦开始下雨 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在此期间出世的学生 都有一个共同点 有人拍了他们的后背 这时千万不要回头 只要回头 必定会看见恐怖的东西 所以大家晚上尽量少出门 雅盈相发现新大陆 太刺激了吧 真想见一见 罗美男马上献妹 让施华害怕就联系他 施华毫无波澜的拒绝 林霄突然拍响桌子 实在太扯了 没意思我先走了 雅盈笑话 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林霄反驳我累了要早点休息 你就是因为天天晚睡才长不高 两人吵吵闹闹离开 施华撇向桌面 他加了安眠药的水 林霄一口都没喝 真是烦人 夜晚果真下起了大雨 林霄独自出现在走了 为什么林霄 都怪全绿讲个鬼故事 让他整夜都睡不着 去玩洗手间就赶快回去 忽然一阵寒意 有人从后面拍了他的肩膀 前几天还对他求交往的男人 突然对他举起了枪 前一晚 施华趁雅盈睡着 出门寻找林霄 按故事献本是雅盈去寻找鬼 途中遇见林霄 雅盈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想见到逝去的父母 他想碰碰运气 结果与林霄遭遇危险 他把雅盈哄睡 就只剩林霄了 问题是怎么让林霄听话 喝下安眠药呢 这些都不靠谱 只能见机行事了 在走廊找到了他 他要表现得自然一些 林霄你为什么在这里 对方没有回答 而是忽然转身 不等他看清就迎面倒来 施华来不及反应被砸个正招 林霄你给我起来 身上的人毫无反应 他费力推开对方 刚还吹牛不怕的人 这是吓晕了 他趁机把药喂给对方 没想事情如此顺利 本打算把人丢下 但看到林霄一脸痛苦 他犹豫了 等男人再次睁眼 入眼就是施华的脸 他瞬间弹起 你对我做了什么 施华冷眼 这话应该我问你 我去洗手间 正巧碰见你晕倒就帮忙了 你没事吧 林霄脸火辣辣的 疯了吧 难道真的被吓晕了 可嘴硬得很 怎么会没事 我是吃你的黑暗料理才晕倒的 你去洗手间就去 装得跟我很熟干什么 施华深呼吸 他要忍 就当对方是个身材高大的孩子 朋友一场 我怎么可能见到你晕倒不管 所以当然要帮忙了 林霄完全不信 别搞笑了 我们算哪门子朋友 我和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是朋友的 刚巧施华也这么想 反正目的达到 他懒得耗下去了 就是路上看到有人晕倒 帮忙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让你感到不舒服 那我道歉 说完他告别离去 留下林霄独自纠结 施华竟把他当成朋友吗 他看向施华 怕点被吓得魂飞扩散 女孩身后飘着诡异的东西 死死地盯着他 第二日的生存任务 两人一组真人射击对战 又是他与林霄一组 可他一副要死的样子 还躲在树后 威胁靠近就拿枪射他 身后沙沙声传来 预感不对的施华侧身躲开 半黑枪响 他重心不稳摔倒在地 姜敏赫一脸煞气的出现 像要真的杀了他一样 半随着枪声施华跌倒在地 姜敏赫一脸冷酷 你能这么敏捷地躲开 看来昨天的脚伤是在说谎啊 施华愣住 他应待在其他区域 怎么会在这里 朴施华 我承认你和以前不同 所以才配合你 但最近你的行为却在告诉我 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害我 你到底想做什么 见施华一副不理解的样子 姜敏赫不耐烦 你是打算装到底吗 算了不管你什么意图 只要把你淘汰就可以了 见对方动真格的 施华连忙阻止 等等我什么时候害你了 你不能诬陷我 他依旧举着枪 我最近发现你还挺巧言吝啬的 施华打着哈哈拖延时间 心里却在骂他 这傻子不会又看见什么 然后误会我了吧 想着他把枪丢开 这样我把枪扔了 我们用对话来解决 你总不会下三烂到攻击投降的人吧 姜敏赫态度未变 施华肯定他还是想打自己 便是若说昨天扭刀的地方好疼 开始装气可怜 姜敏赫无奈 决定把他带回让他主动弃权 却不知施华在想怎么偷袭他 等姜敏赫放松警惕 施华右手摸向身后的彩气 机会只有一次 他左臂猛地跨上姜的肩膀 防止他挣脱 另一只手便向他洗去 没想男人反应敏捷 这样都被躲开 姜敏赫咬牙 朴施华你果然又在骗我 施华再次攻击 钻紧的左手竟抓着一把土 一把向他脸上扬去 趁姜敏赫睁不开眼 他大喊着灵霄快走 等姜敏赫缓过神施华早已不见 这让他气到发疯 朴施华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 而这一切 被躲在远处的权力尽收眼底 真是一场精彩的好戏 另一边的罗美男 瞬间完成三杀 被对方大骂是不是用了外挂 罗美男大笑 只是你们太菜了 平时多练练吧 远处传来阵阵枪响 加上因昨夜下雨明明的地面 这让他有点担心施华 施华此刻在寻找雅仪 广播传来 任务将在十分钟后结束 而小说中 致运是在任务结束五分钟后 把女主推下了悬崖 他笔下的女主是小白花 可当他穿进书 小白花就成了封逼十人花 他费尽心思保护女主 却不知对方也在保护她 施华在大雨中寻找雅仪 虽然他努力在致运面前拉仇恨 但不能保证他就不会伤害雅仪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太过急切让他没能注意脚下 跌倒在地 脚伤更严重了 倒霉的是全绿静这时出现 你好像很努力地逃跑 可惜并没有跑多远 说完男人就开了枪 竟是帮他打倒了要偷袭的人 还笑着讽刺他连枪都丢了 他知道在全绿面前耍小手段是没用的 还在想怎么对付他 全绿就突然蹲下 需要帮忙吗 如果你求我 我就帮帮你怎么样 他太了解对方 绝不会无偿帮助别人 这让全绿惊讶 紧接着他就笑了 看来我在你心中形象非常差 你不会认为我会攻击手无寸铁的人吧 施华心中吐槽 对你就是那种人 全绿一把拉起了他 你的表情可真让我伤心 看来是真的很讨厌我 我没你想得那么差 能不能试着相信我 他扶正施华的身体 紧接着就把枪塞入他手中 这样可以相信我了吗 说完全绿就把枪口对准自己 一脸的疯狂 施华 我是真心想让你赢了 而雅盈正巧和志运在一起 雅盈心神不明 志运一问他为何这样 原来雅盈是担心施华感冒 怕他淋雨会加重病情 他甚至还想去找施华 志运应将敏赫与施华爱慕 恨不得施华去死 便开始挑拨利剑 暗示雅盈此前被同学孤立 是因为施华带头 你绝对不要相信施华 雅盈低头沉默着 等他抬起头 脸上不知施雨还是泪水 太过分了 他向志运走去 边走边喃喃低 志运 施华是绝对不会那么做的 你为什么要诋毁他 志运感到一阵寒意 他身体突然不能动了 眼看雅盈越来越近 声音清晰传来 施华是我唯一的朋友 也是我家 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说他坏话 志运想呼救可是喊不出声 这一刻恐惧达到了极点 他坠落悬崖 雅盈语气冰冷 破坏我的施华感情 无论是谁 都不可以被原谅 只因好友被敌 他就把对方推下悬崖 纯真善良的小说女主角 却是个对恶女执着到疯狂的病毒 雅盈人生的全部意义 就是条世华 距离过远的警报声传来 林霄停止前进 气喘吁吁 贪坐在地 他没想到世华会那么拼命 活动第一名可以去住酒店 因为昨晚看到了鬼 正好他也不想回宿舍睡了 都怪泉绿那狗崽子讲的故事 雷声不间断地看来 林霄目光开始变得呆着 记忆中也曾有人 给他讲过类似的故事 关于学校的诡异传说 同样是在下雨天 他忽然抱住头 紧逼双眼一脸的痛苦 像是在惧怕什么 突然有人拍了他的肩膀 紧接着就被大力一把拽过身 诗华愤怒地出现在他面前 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毛骨损然 林霄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尸长的舌头舔尸着他的脸颊 林霄惊恐大叫甩开诗华 这是诗华今天第N次摔倒了 真想回去就第一个把他弄死 等他重新看向林霄 才注意到他跑向了悬崖的方向 惊慌失措的林霄哪里会注意到 等他发现悬崖十一晚 被堵在了死路 他骂自己 如果再参加修炼会就是傻逼 刚要转身回去 地面忽然开始摇晃 伴随着碎裂声 他跌下悬崖 最后一刻被诗华抓住 他要筋疲力尽了 我不是让你别跑了吗 林霄一脸诧异 没料到诗华会救他 下一刻男人就面色大变 那女鬼的舌头又舔上了他 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竟直接晕了 看着没出息的男人 诗华要疯了 光靠自己根本没办法 把他拉上来 随着枪落地的声音 罗美男突然出现 他喊着诗华的名字 飞速奔来 诗华艰难地转红 罗美男大喊 你再坚持一下 我来救你了 却不想地面再次碎裂 这样下去罗美男 也会被牵连 他不能害了他 罗美男一脸不可置信 他绝望到大叫 诗华你等一下 我在做什么 我让你停下 停下来 随着巨大的落水声 两人消失在 湍急的河流中 他这辈子也想不到 他为什么无法放任不管呢 拜托你快点醒来 林霄男孩从梦中惊醒 睁眼就看到慌张的朋友 对方关心地追问他怎么了 他不耐烦吼道别管我 可朋友一哭他就服软了 别扭的讲述是因为梦见了鬼 追着说要吃掉自己 小金毛听完非但没有安慰 还一脸的如语 这让林霄很尴尬 早知道就不说了 你和姐姐一样把我当傻子 朋友忙解释 因为你在我心中一直很完美 我没想到你也会有害怕的东西 对不起 林霄露出小脸 看在朋友的份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 不久后 金灿在钢琴比赛中失利 搞砸了比赛的他 连回家面对父母的勇气都没有 林霄一想天开地说 要帮他说服妈妈 不要教训他 金灿却转移了话题 听说学校体育室有 我很好奇 也许去那里看看 维加对我来说就没那么可怕了 尽管林霄极度怕鬼 但为朋友他还是群儿 这让他留下了一辈子的英语 他被最好的朋友 推进了漆黑的体育室 并反锁了门 金灿在门外诉说着他的憎恨 你让我感到自己 一家渺小 大概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我的感受吧 你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他热爱钢琴 但从某一刻开始 钢琴不再让他感到快乐 他就像是被困在斗兽场的野兽 评委们投来的目光 让他感觉自己是 即将被处死的罪犯 他明明比林霄更加努力 却永远只是第二 一次巧合让他们 选了同一首曲子比赛 听到林霄演奏的那一刻 他醒悟了 就算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赢过有天赋的天才 之后和林霄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对他来说都如同地狱 如果可以 他希望自己一辈子 从来都没有认识过林霄 林霄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名字 敲打着大门 可无人回应 哪怕他保证为了他 这辈子再也不碰钢琴了 原来因为在狭小空间内被幽静太久 以及雷鸣的刺激中反复晕觉 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没有人会来救他 如果信任别人一定又会遭到背叛 这种傻事一辈子做一次就够了 林霄从昏厥中醒来 立刻防备启士华 你又想对我做什么坏事 话还未完 施华就脱力摔倒在地 我现在的状态根本不能跟你吵 所以先让我休息下吧 躺在地上的女人浑身是伤 脚腕还流着鲜血 她为什么总是在帮自己 她明明都那样说了 她就应该知难而退 离自己远一点了 你以为那么做 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吗 她不要自己的命定难住 却只执着于疯狂的女配 得知施华失踪后 雅银情绪崩溃 她再一次把全部责任 都怪在了自己身上 江敏赫无奈 沈雅银 你就是在这里哭一晚 朴施华也不会回来的 所以还是先回去吧 刚伸出手就被雅银打掉 不要碰我 江敏赫 你答应过我会保护她的 江敏赫道歉对不起 呵对不起 你真觉得内心有愧吗 是不是从一开始 你就没打算护着她 江敏赫再次叹气 我下次会小心的 所以你赶紧回去吧 被抓住的雅银开始剧烈反抗 用力一耳光甩向男人 江敏赫 我都说不要了 你让我自己静静不行吗 她耐心尽失 我说了让你起来 雅银与她撕破脸 如果施华有什么意外 我也不活了 随你的变马 但只要我还活着 就绝对不会让你死 她抓紧雅银的手 一脸阴沉 因为无论如何 我都会救活你 所以你别白白浪费力气了 而此刻的施华 醒来后发现被林霄抱着 她响起身却完全动不了 便大叫让林霄放手 可男人反而勒得更紧 别闹动了 乖乖坐这里 腿都受伤了还不老实 这时她才发现 伤口被处理过了 可身后的人身体滚烫 你声音怎么了 而且怎么身体这么烫 林霄很烦躁 施华突然挣脱 转身抓住她 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 只有了解我们的状态 才能计划下一步的对抗 近在咫尺的脸 让林霄大脑当机 盯着施华的嘴唇 她又想起刚才的人工呼吸了 猛地甩开对方 施华气绝 林霄你又发什么疯 你才疯了吧 为什么要一直帮我 当然是因为看你有危险 你是傻瓜吗 跟我从悬崖跳下来 居然还能云淡风轻地说这种话 我们不是没死吗 施华的回答激怒了林霄 不是没死 你脑子真的有问题吗 难道就没想过你真的会死吗 看林霄生气 施华反而冷静了 她扯住林霄的脸 你打架很厉害吗 为什么总是挑战别人的耐心 我都说让你别跑了 结果你不干热事 话还那么多 看林霄一脸不懂 她怒急反笑 我可是非常会打架的 你想试试被揍的滋味吗 林霄却忽然脸红地看向一旁 你真的不在意吗 刚才的吻 恶女再次被笑霸堵门 明明互相嫌恶地要命 还非要惹眼地把她抱到学校 修炼会结束后 林霄便对她打开心结 施华也终于知道 她是看到缠着自己的鬼 才会一直躲着她 便开口道歉 林霄却有点在意 怕施华会说出她怕鬼的秘密 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如果想毁掉你 有更好的方法 故人把你活埋得不更好 林霄炸毛 未未你就这么讨厌我 你对我这么刻薄又没教养 我能喜欢你才怪 不过我虽然不喜欢你 也没那么讨厌 所以你不用看我脸色 施华的直白让林霄惭愧 同时又嗨扫起来 接着就听对方讲 不用担心 我手表有定位功能 雨婷他们就会来救援了 林霄转头不再看她 好奇怪 明明她最怕狭小黑暗的空间 此刻却希望时间过得慢一些 而江敏赫一早的出格行为 又把两人推向风口浪尖 她不是和美男交往吗 这么快劈腿了 连全绿都吃惊 一大早就这么相信相爱 施华把脸埋得更深了 不要开玩笑了 我本来就郁闷的想死 全绿笑哈哈 那你们今天没吵架吧 别提了 她瞪了一眼江敏赫 有个光一身蛮力的人 把我的拐杖给折断了 江敏赫还是一副死人脸 我没把你折断 你就该谢天谢地了 总有一天我会干掉你们 尽管放马过来 回家使你小心点啊 你这么替我着想 我先谢谢你了 全绿叉子 你们这么逗下去 早晚日久生情 换来两人一起开炮 不可能 你脑子没问题吧 全绿开始说正事 到了一年一度社团申请的混解了 她想起大概是这时候 金敏赫出现了双重人格 而造成这场风波的 就是混混催沉舞 逼迫金敏赫加入社团后 对她进行了大量暴力 雅盈为帮助她而受伤 导致金敏赫想起过去的心理意义 她要尽可能把两人分开 这时发觉江敏赫一直盯着她 见她抬头便问 你要申请哪个社团 你该不会想和我申请一个社团吧 要么让我跟着你 要么你跟着我 行吧 这个倒未扣得的家伙又懒 为送她上学 就折断她的股脏 成为自己小说中惨死的恶女 却被未来杀掉自己的人疯狂租产 她不仅要保护女主 还要防范各类封批弄死自己 你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 江敏赫只有一个目的 社团 我说过绝不会告诉你的 还有拐杖是和学校界的 你在折断就等着扣学的吗 把你那想做坏事的眼神收回去 调诗华 我没嫌到什么都隐和你 只是你受伤会比较麻烦 趁我还好好说话 就赶紧告诉我 这凶神恶煞的表情 诗华只觉得她真是疯子 这叫好好说话 明明想弄死自己 而诗华的蒋男友 也在苦恼社团的问题 因为被催崗折磨分掉的社团 导致社团几乎全部下跑 昔日辉煌的漫画社只剩三人 而之前要跟美男一起来的朋友 也因修炼会上被她玩面 放了她的鸽子 不行把你女朋友调来吧 她摇头 几乎肯定她会被她秒绝 短信声突然响起 诗华竟主动约她 小粉毛马上重燃斗志 难不成她还能把 最亲爱的男朋友给乱死 不行的话 我就抓着她的脚步放 可没人告诉她 怎么是三个人一起见面 她感觉自己快被盯穿了 同样感觉到诗华束缚 她从一大早就跟着 问我哪个社团 我一个人快承受不住了 所以叫你来想办法 无论怎么样都甩不掉她 本毛突发奇想 诗华进社团 江敏赫也会跟着 和自己一起也方便她保护诗华 等于一下子招了两个人 刚想利用下机会 就听诗华向自己求助 所以你可以帮帮我吗 这一刻 她脑海里什么想法都没了 你能再说一遍吗 你可以帮帮我吗 她连眼神都亮了 啊 真是的 你这副样子向我求助 真是太犯规了 诗华还不明所以 她已经心动到不行 靠着诗华的肩 她要疯了 原来她喜欢黏人形的 明明假恋爱 可她脑子里 乱七八糟的想法 开始乱窜 诗华还以为她不愿 你要是不愿意 没有 罗美男笑了起来 你现在就算让我 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给你 我也能做到 全员封闭的小说世界 连个配角都想到她 可这本书却出自她笔下 看似对一切了如指掌 却处处暗藏杀鸡 她急切地想摆脱将疯子 找到另一位男主金明泽 因她就是在近期出世 觉醒了疯子的第二人格 小粉毛帮她拦下愣头青 你这是在做什么 见江敏赫一脸一问 你还不知道吗 我正在驱逐跟踪 我可爱女朋友的变态 谁让诗华人气那么旺 让我很担心 神经病 朴诗华可是带病来上课 你忍心让她一个人吗 那关你什么事 你这个变态疯子 你这么纠缠她 让我非常不熟 你早干嘛去了 当初就应该对她好一点 现在才来纠缠不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江敏赫皱眉 看来她对上回的事一无所知 她总是这样 拖着受伤的身体 还想着反抗 不听别人的劝告 一不留神就会摔倒 然后满身是伤了回来 想到这些 让江敏赫气上心头 她都这样了 你还能表现得如此淡 到底是笨 还是迷恋她过了头 为凡人的敏赫先生 你就放弃吧 你也该去找下一个欣赏人 话音刚落 就见江敏赫瞬她冲满 一记重拳砸了过来 柔美男闪身抬手 勉逐机 林音恰巧响起 为江敏赫 午饭时间结束 不如就到此为止 江敏赫得了一声 你下次再来访我 我就把你的脑袋引下来 那我就拭目以待 看江敏赫离去 罗美男只觉得对方真的很难搞 虽然是施华拜托 她抬拦江敏赫的 但那个臭性 她的手微微颤抖 对漫画家来说手 就是生命了 说到漫画 让她突然想起社团的事 江敏赫你等一下 没听见我叫你吗 站住 为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社团啊 滚开 哎呦不要这样吗 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社团里可是有施华 老媒催的男人 转眼就忘了 施华拜托他远离江敏赫的请求 而施华一直在找的金敏泽 此时正遭遇暴力 从前强势冷酷的人 现在却变得懦弱不堪 金敏泽因心理创伤 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面对任何暴力 都只会一味的忍让 被打之后 他躺在地上供弹不得 金敏泽你最近过得不错吧 有人因为腿伤 无法成为运动人 你还能活得这么开心可不行 崔成伟一脸争议 你说过吧 让你老老实实当我的出气筒 最近你太过得意忘心 他妈的你是不是找死 红火在一旁提醒 不要伤到他的脸 再被抓到就麻烦了 崔成伟不紧不听 还大骂对方别插手 紧接着开始威胁 要求金敏泽必须和他抱一个社团 毕竟这么方便的沙袋可不好找 如果你敢玩花样 我就打断你的头 说完就离他而去 金敏泽躺在地上 浑身疼痛 他不知道这份痛苦 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真的好想逃跑 你没事吧 施华突然出现 还能站起来吗 他颤抖坐起身 他为什么在这里 又看到了多少 想起上次也是他主动接近 他不想无关的人 因为他受牵连 便劝他离自己远一点 施华盯着他 你别去跆拳倒舍 金敏泽愣住 很明显他都看到了 如果太过接近自己 他也会被卷入危险 那个 谢谢你的担心 但你还是不要在我身上费心了 不要 意料之外的回答 你听过这句话吗 近朱者吃近墨者黑 我最近深受某个家伙影响 所以就算你求我离开 我也不会答应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 很多不好的行为 所以趁我还好好地说话 你还是乖乖听我的比较好 金敏泽满脑子都是拒绝 不行不可以 可到嘴边的话 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他真的好想逃离 眼前是湿滑放大的笑脸 没关系的 你和我一起逃跑吧 他动摇了 这么做一定会给他带来危险 他不能这么自私 可是他不想再继续挨打了 谁能把他从这里救出去 他最终点头答应 心里却骂自己是个无药可救的垃圾 对不起他实在太想逃离了 所以哪怕只是有一点的希望 他也不想放弃 他早就该知道 男人的话狗都不信 社团仅三个心愿 他又和江敏赫撞在了一起 粉毛喜笑颜态 看来我们是天生一对 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还不如死掉算了 难道你害羞了 这奄奄一息的漫画社 竟然还没有解散 粉毛见来人一脸崇拜 竟是有名的漫画家来当指导老师 他被理事长与双倍工资所诱惑 等上任才发掘 这比每周节稿还痛苦 而今年来的新人 一看就和漫画社不沾边 还有个凡人的家伙 罗美南联环炮师的介绍 一如既往的凡人 轮到金明泽被点名 他直直吾吾想 我喜欢那部 那部叫做葫芦娃的动画片 而这名字 是诗华因为著作权问题 瞎起了名字 旁边的那位同学呢 轮到诗华了 我也喜欢葫芦娃 呵呵不愧是经典动画片 不会连这家伙也是 姜敏赫吞到他 葫芦娃 不是 你小子连名字都说错了 还这么理智气壮的几个意思 最终结果就是 除了维尔两个正常人 其他人全部奋斗到了葫芦娃堆 一起参加不久之后的漫画大赛 罗美南刚想一展红堵 就被自己找来的人揣到沟里 当然他不会放弃 我们恨诉吧 一起构思出故事的主线 这样的提议 正好有助于诗华保护金明泽 就算他有金明泽被霸凌的证据 对方也不可能马上被退学 我同意合索 金明泽也没有意见 姜敏赫不用问也知道 诗华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另一边的学生会 因最近退学的两个学生 陪烁与致运 都和朴诗华接触过 他已经成为了重点观察对象 负责观察诗华的 正好交给了和他同班的权力 深知权力性格的李俊书 找上了他 这两起事件都是你搞的鬼吧 怎么可能 要是我做的 才不会让他这么轻易结束 我只是觉得有趣 凑个热闹罢了 李俊书担心他惹犯麻烦 权力毫不在意 就不劳学长费心了 既然提到了诗华 那就拜托你一件事 如果诗华来这里找我 帮我转到他 让他去我家找我 李俊书一脸不爽 你们不是一个班吗 为什么非得折腾我 非要说个理由的话 大概是欲擒故纵 一味的进攻 岂不是太没有魅力 所以就拜托你了 还说他有病 权力才是应该去医院看的那个 而小蓝毛林肖 此时则认真在基督教社听讲 谁让他的属性是胆小怕鬼呢 十个白毛九个疯 而他不只是疯 还是个彻彻底底的反社会人格 诗华真如权力欲亮那样 找上了学生会 不一样的是后面还刻的大尾巴 李俊书支开姜米喝 喝茶可以吗 他表面笑呵呵 心里却骂了权力八百遍 他绝不会再被权力那个狗逼坑 诗华果然是问权力在哪里 李俊书二话不说就把他卖了 权力说让你去他家找他 说是要玩什么欲擒故纵 他说会收拾好自己在家等 当如此冷淡 难道权力是单恋吗 能让他这么在意的人 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问题 想着便开口要诗华的电话 被无情拒绝 等等 我愿意以后你有需要的时候 帮你一次 诗华这次同意了 行给我纸和笔 我现在就有件事让你帮忙 你认识一年级的崔崇伟娃 让他退学 我有他打人的证据 对你来说应该不难 如果你能再答应我三件事 这学期我会帮你找到那个试读 李俊书预感不妙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如果你有那种 跟权力签订亲密 做他一辈子奴隶的寿命倾向 我就不拦你了 给你一个忠告 改改偷东西的毛病吧 李俊书就这样 还没下权力的贼船 又被诗华抓到了把柄 等他找上权力时 对方正在换衣服 你早就知道了 朴诗华为什么是用右手写字 他明明是左撇子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 我对他调查过两次 当然会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入学考试那天 监控里还是用的左手 全力拿起诗华的调查报告 我也很好奇 一夜之间就变了的习惯和笔记 性格甚至说话方式 连自己的青梅竹马都不记得 你怎么看 不觉得很有趣吗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你计划这些 不就是想要他的命吗 是啊 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 可是看他们想尽办法 想要除掉他 让我有了逆反心理 都有点想帮他了 崔承伟这时 却和同伴发生争执 起因是金明泽 他不想别人插手 红毛却以为是 他不敢动手 在崔承伟儿时的回忆里 金明泽和现在完全不同 他满身是血型如恶鬼 而他被吓到瑟瑟发抖 只会不停求饶 我只是开个玩笑 喝玩笑 死到零头还敢放屁 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